中国渔工逆弊事件让中国国台办直接否认 今夏海域有禁止限制水域存在 海警局也随后宣布将加强海上执法 在今夏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陆委会发新闻稿反击 表示政府依法处理两岸事务的立场一贯 中国船舶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台湾限制及禁止水域 不过一旦打破过去的默契 专家评估未来中国会时不时到金门水域 在两岸无法有效沟通之下 情势会更加紧张 中国渔船上昭在金门北定岛海域越界捕鱼 被金门海巡队驱离 造成船只翻覆两名渔工不幸溺斃 但事件却升温成两岸政治议题 金门地区限制禁止水域 从民国81年修正公告至今 两岸机关大致上依照此水域来执法 不过这回事件之后 17号国台办提出两岸同属一中 不准的禁止限制水域 隔天海警局宣布加强海上执法 在惊吓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国台办也表达坚决支持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可能的做法 就在我们的禁限制水域范围内 实际执法支撑他所宣称他的管辖权 基于这些禁限制水域的主张 一开始还是可能会像在钓鱼台一样 他用喊话的方式 专家分析一段会借由这起意外 持续推进台海内海化 试图取得未来执行灰色地带行动的正当性 面对中国强硬态度 陆委会也发新闻高反击 怒批中共长期纵容三无传播违法滥捕 而且要维护渔民权益 依法驱离或扣留越界传播 以前如此 现在如此 未来也将持续执法不会改变 如果你不事先让别人知道 他做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他就会一直往前推 所以对我们来讲 要有一个封称的法律 持续的冲突对立 再也呼吁双方得先好好沟通 看到国台办的反应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个调子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 追捕的过程吧 为什么不公布画面 能够消弭掉一些情绪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 未来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的两岸关系 越界捕鱼出动两岸敏感神经争议恐怕还会持续 接下来的纯维特别长报道